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问题你们是如何去解决的呢 然后我今天要今天讲的题目会带给大家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通过统一Circle的统一Circle来解决这种自适应多引擎的问题 也就是刚刚反复提到的BetQuery引擎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曾经有纠结过Map字段的中有哪些key吗 因为Map其实是iHelv或者其他一些引擎里面也都支持的一个复杂的字段 它复杂字段里面你直接新建Map的时候 其实你在schema里面你是看不到它有哪些key的 然后我接下来之后要介绍的一个虚拟念的语法就可以让你不用再纠结这些 你可以直接直观的知道Map里面有哪些key 并且很方便的使用它 然后接着到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你平时是如何复用相同的Circle 你都是直接手动复制的吗 这些问题我也会在之后的提到的CircleDeFi方形语法里面介绍 我们字节跳动这边是如何去实现它的 总结下来其实这三个问题 我字节跳动这边是用了一套Circle和两个语法 帮你降低这些指标的管理成本 编写Circle的成本 提高数据分析和开发的效率 接着我正式进入我的演讲 我的演讲就是四个章节 第一个章节其实就是会结合刚刚提到的三个问题 刚刚提到的三个问题 提出它业界常见的一些解决方式 因为刚刚那三个问题其实也是业界的一些写色扣的时候 比较痛点也已经有一些常见解决方案了 我会提到它的解决方案 以及他们现在已有的方案的不足 然后接着到第二个章节 最佳时间就会介绍字节跳动的方案是如何去屏蔽掉 就是避开那些缺点 实现更高效率的查询的 到第三个方案就是第二个方 第二个章节的一些具具体的技术原理 我们从技术上是如何实现这个事情的 最后一个第四个章节就是在指标管理整个体系里面 我们未来还要做的一些工作 然后开始我们的第一个章节 就是指标管理的常见方式 在开始第一个章节之前 其实还是先简单提一下 OLAP中的指标 指标这个东西从业务的视角来看 你可以从不同的业务平台 比如内容平台 它可能关心的是用户活跃度 还有点赞数评论数这些 然后你从广告平台来看的话 它关注的可能就是曝光量点击率转换率 然后你再从电商平台来看的话 它肯定就是关注销售额 订单数量 还有转换率这些 其实这些都是从业务的视角 你们来看这些指标的 但如果我们直接从技术的底层视角来看的话 其实就是用circle去查一些库表列 你从技术座视表来看 可能就更纯粹一点 你用circle去查这些库表列的时候 你就遇到了第一个问题 就是在circle在不同引擎的一些差异 我这边给出一个例子 其实就是一个点击率的计算 点击率我们通常都知道是用点击数除以曝光数 但这个时候我们真正在数据里面存储的时候 点击数和曝光数可能都是一个inter类型 inter类型 你用presto直接做inter类型计算的时候 其实它除法得到的结果也是一个inter 这个时候其实是不满足业务方对于点击率这个需求的 在害物的场景下 其实你可以拉到double 但presto这边 这边我贴的是presto官网的一个文档 他这边整数除法 其实是需要你手动的一个cast as double的 这个是业务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然后常见的解决方式就是你业务方自己去手动的改一下这个circle 这种方案肯定是不逆于推广的 因为你对于很多指标你都要自己去改circle的话 那业务方的写circle的成本就非常高 他要针对不同的引擎写不同的circle 然后第二点就是你去改一下presto 但你二次开发presto这个成本其实是 其实不低 而且你本身也会侵怒presto的代码 然后第三个方案其实也是我之后要介绍的 就是bytquery做统一circle的这个事情 也是业界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个方案吧 业界就是用carset来自动改写设cle 来支持这个多引擎 第一个这个问题对应的就是引擎之间的差异 我这边只举了整数除法的一个例子 然后到第二个 就是刚刚最开始提到三个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说你如何你有纠结过map念 其实不只是map还有json字段 他可能也都会有一种key的问题 先说一下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大的map和json念 就是业务他决策的时候 可能非常着急很快的想要看某一个指标的那些数据 但这个时候你直接去往表里面添加一个列 你肯定是来不及的 你要添加一个列的话 你下游的是所有的circle可能都要进行修改什么 适配什么的 这个时候来不及 大家可能就直接附用了一个 有一个可扩展的这种map字段 直接seedle line里面 seedle map里面的时候 开发的时候非常很爽 但是你后面维护这个map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维护这种大的map的这种感受 常见的解决方案其实也有两种 就是第一个你登记在hive之套的一套数据服务 如果你们有类似于数据地图这样子的一套原数据管理体系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把map字段给管理好的 但是你要搭建一套新的原数据的管理体系成本 其实非常高的 因为你要有前端后端 其实都是独立于hive之外的 整个这一套原数据的管理体系 而且你必须也得成熟 如果你这一套体系不成熟的话 其实它返回的一些原数据不准确什么 其实会影响你的业务决策也会很痛苦的 这是第一个常见的解决方案 然后还有第二个解决方案也是很容易实现的一种 因为相对于第一种成本比较低 你只是需要维护在内部的一些文档 但文档本身最大的一个缺陷可能都是文档是比较容易落后 甚至可能丢失的 因为你很多人往map里面加了一个列之后 他自己忘可能忘记到往文档里面去同步了 这个文档也是解决不了的 目前据我所知的话 其实业界也还没有好多其他的太多的解决方案 之后我会提到一个虚拟内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会在第二张提到 这只是第一张列出第一常见的解决方案 然后再回到第三个问题 就是最开始提到三个问题中的第三个 第三个问题说的是 我们是如何复用circle中那些片段的 我这边举的是一个频繁变化的case1 这个case1语句其实在业务中应该也很常见 就是拿对于城市来讲的话 我们需要对城市进行一个统一的编码吗 这不然你不统一编码的话 大家去取一个city的时候 其实不知道是写北京市还是北京市 北京甚至北京的英文的 这其实对于业务来讲 统一了编码之后 他可以不比如说国内的业务或者国外的业务 他可以自己根据需求去取出之后 映射成相应的城市 然后如果是使用这种case1片段的话 他本身你随着业务的发展变化的是非常快的 因为你业务可能不断增加新的城市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常见的也有几种方式 然后这几种方式里面也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种第一类就是你按需新增 然后首都通知下游修改 这也是最费时费力容易遗漏的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分为两类的第二种 第二第二类的话 其实都是无需下游进行修改的 无需下游进行修改的话 你需要把这一个映射的逻辑统一在那个UDF里面 然后下游在使用你这一个解析的时候 就直接使用你那个UDF 那这样子你以后变更的时候 你都是使用那个UDF去进行变更 你更新完UDF之后重新上发一版UDF就行了 这样子下游Circle是不用改的 他用的是你那个UDF就可以获得新的结果 但UDF也有缺点就是 大家写过HaveUDF的话 应该知道他要打Maven的架 然后传到HDFS 这个也是比较痛的 然后到第二个 你可以一次每举到所有城市的这种 但你每举所有城市 你国内其实是可以做的 就是无非是Circle变动长一点 但是对于国际化的业务的话 你不可能把全球的每个城市都捏出来 所以国际化的业务是不可能每举所有城市的 这个方案也不太可行 然后还有一个业界常用的比较 比较常用的使用方案就是要用Wave来解决 但Wave会产生额外的那些自端和表 因为你本身可能只是为了某几个指标 但你整个Wave产生的话 要见出别的列那些 其实冗余的字段就比较多了 而且刚刚大家也知道自己的跳动这边 权限的管理是非常多的 如果你搞了一个新的Wave出来的话 权限整个一套Wave的权限和之前的表权限 也都是独立开的 你要单独维护了 所以业界的目前 目前的这些常用的方案 都是无法解决自己跳动的问题的 之后我会提到一个叫做CircleDeFi 方式的语法 就是可以避开掉这些缺点解决它 总结一下这三个问题 就是字节跳动这边是用统一的这一套Circle 然后加上一个虚拟虐的语法 和一个CircleDeFi方式的语法 就是这一套Circle和三个语 和两种语法 就解决了刚刚最开始提到的那三个问题 然后接着进入第二章节 看一下我们是如何用那一套Circle和两个语法 来提高字节跳动的开发效率 首先是看一下统一Circle的一个案例 统一Circle在字节跳动这边 使用了一个BitQuery的查询引擎 BitQueryCircle 其实就是在NSYCircle上 兼容了Hive和Spark的部分语法 让用户使用BitQueryCircle 一体来看的话 我们BitQuery在统一Circle会做的一些事情 其实除了刚刚出发的那种Cast as double以外 还有很多函数的替换 很多函数的替换都是在我们这一层都已经做好了 所以用户其实他就不用再担心 他写的函数在press没法跑了 这下面列出来的也是一些函数的例子 然后接着到我刚刚反复提到的一个虚拟念的时间案例 因为刚刚提了好几次虚拟念还没有介绍到底什么是虚拟念的 先给大家简单介绍虚拟念是什么 虚拟念其实可以理解为一个念级别的试图 在查询的时候才会将这个念的那个试图给展开 试图是直接针对一个表的 刚刚已经提到了 如果你直接用一个表 直接用一个试图来解决大MF的那些问题的话 其实会引入其他冗余的字段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相当于把那个试图的那个级别给放细了一点 你可以直接对一个列进行试图了 然后再看这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现在有一个虚拟的WatcherA级的字段 这个字段它真实的那个计算的指标其实是A级加1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相当于对A级加1这个进行了一个试图的操作 我们可以把它定为一个WatcherA级 那这个时候用对于用户来讲 他们真正去查这个A级加1这个指标的时候 他只要写这个WatcherA级这个字段 他写这个字段fromstudent就可以查 就可以查他的A级加1了 在我们Betquery真正在改写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WatcherA级改写成A级加1 这就相当于试图被展开了一样 然后对于用户来讲的话 他使用上其也就是使用一个列 他没有新的额外的那些使用成本的 那为什么能够解决Map的问题呢 接下来我先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把Map Map的一个列也把它所有的那些key 都定义成一个虚拟列 都定义成虚拟列之后 虚拟列其实是可以直接通过修WatcherChrome 这个语句你可以看到那些虚拟列的 看到虚拟列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每一个Map的key取出来之后 都对应一个虚拟列 而且虚拟列里面其实是可以有comment 可以对comment进行 可以对这个列进行描述的 这边其实我刚刚是查录了一些Map的 这边Jayson的场景也是一样的 Jayson和Map一样 在我们自己跳动的广告的业务中 有一个Jayson字端其实是有上千个key的 其实上千个key是非常难维护的 使用虚拟列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Jayson的每一个key 就是作为一个表翁了 他自己肯定是可以有渠道 是可以一次性给他梳理入权的 梳理完整了之后 他把所有的这些key都作为一个虚拟列 这边是vce 因为我们把业务的一些脱敏了 可能我直接写了vce到vc签 可能以前虚拟列对应着Jayson里面的1000个值 就把Jayson里面的1000个值都取出来了 每一个Jayson的key都是有相应的comment进行解释的 这样子下游以后想要使用Jayson的时候 想要使用Jayson的时候 就再也不用去问表容乐或者查文档 或者查其他的那些数据服务 他直接通过hide表里面就可以直接查一下虚拟列 就可以知道这些Jayson里面到底有哪些列 每个列的每个key的含义是什么 map的话也是一样的 把每个map的key取出来就行了 这是虚拟列的时间案例 在有了虚拟列之后 我们还能实现更多的事情 我们的虚拟列是有单独的一个买点的 我们可以针对虚拟列 让用户 让表容乐或者其他 来感知到虚拟列的使用情况 当某一个虚拟列的查询频率非常高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指标是一个非常高频的指标 我们可以是把它作为一个hide真实的列来存下来的 而且这个时候只要我们的虚拟列的列名保持一致的话 就是新的存下来的列保持一致的话 其实是对于业务方来讲 对于表的查询的方来讲的话 其实是没有感知的 他们查的还是那一个虚拟列 他甚至不知道这一个虚拟列已经被改成了hide真实列存下来了 对于他来讲可能是 查询的效率更高了一点 因为虚拟列是一个列级的试图 他是在查询的时候才展开 那个时候是计算 还有一定的计算 但你存下来的话 可以避开掉那一部分的计算了 然后如果你发现某一个虚拟列 有近三个月没有人使用的时候 就可以将它下限掉 就比如这1000个json里面 最开始如果没有虚拟列的话 你想要清理掉一些json的key 其实也是很难清理的 你那个文档 或者你维护的原书记的体系里面 你得把那1000个 那历史的所有的key都存下来 但是有了我们虚拟列单独的买点之后 其实从业务方来讲 你可能觉得一个月或者三个月 甚至半年只要没有使用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虚拟列给清清理掉 因为那可能只是业务决策 他短期要看的一个东西 他可能并不是长期要关心的一个事情 这个时候你把它下掉了之后 你再看虚拟列的时候 列的个数可能少一点 就是在维护整个表的时候 是更轻松一点的 虚拟列其实为害物的一个列的新增 其实是提供了一个可量化的数据支撑的 我们也准备去把这种虚拟列进一步的推广 形成一种规范形式 比如有一些短期加的那些列 都直接作为虚拟列可能加进去 加完了如果他真正使用频率高的话 我们才真正把它存下来 这是虚拟列这一部分的时间案例 然后接着就是到我提到的 Circle Define Function Circle Define Function 是用来解决我们之前提到第三个问题 就是频繁变化的Case 1的这种 Circle片段是如何复用的 接着Circle Define Function 它到底是什么 Circle Define Function 是一种特殊的语法 它也是一种语法 它是允许用Circle来定义一些函数 来对 来实现我们对Circle表达式的封装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Circle Define Function的语法 我们可以直接创建一个Circle的Function 接着就是我们每一个Circle Function 是放在某一个database下面的 所以有一个DB的名字 然后DB点Function的名字 Function的名字之后就是你函数的一些参数 你在定义的时候 你想要把这些形式参数给声明好 声明好了之后 你Function这一部分 就是剩下comment comment是你关于函数它是做什么的 你进行一些描述 最后就是返回你Circle中的表达式 就可以是我们Circle的一些变段什么的 然后我们定义好了 Circle Define Function之后 用户想要使用你这一个表达式的话 就非常简单的 它不需要把你整个Circle的表达式给复制 它不需要把你整个Circle片段给复制过去 它只需要直接使用你Circle Define Function 然后把那些参数传进来 它就可以实现你的表达式的复用了 我们再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 也是在自己跳动的广告业务中 需要对广告主的细化的行业进行分类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定义一个分类的 分类的Circle Define Function 定义好这个方形就是AD.classify 这个函数定义好的参数就是行业的ID 然后相应的comment这部分我省略了 最后返回的也就是各种行业ID 映射到行业类别的一个映射的表达式 这部分表达式在没有Circle Define Function的时候 所有的使用方想要查询的时候 它得把Circle分给复制过去 但是现在有了一个统一的定义之后 大家其实直接用下面的这个语句 select classify这个函数 然后把它那个行业ID传进去 它就可以实现这样子行业到 行业的一个映射了 然后它如果关心这个函数具体的分类标准的话 它可以DESC看一下这个function里面 整个映射关系是怎样的 如果它不关心的话 只是平时只要使用像u.f 像函数一样使用这个Circle Define Function就行了 所以这个跟虚拟列一样 对于用户来讲使用的成本都是非常低的 只是select的一下 然后我们同样Circle Define Function也是有单独的买点 来统计这一个函数的使用情况的 因此当这个函数的口径发生了变化之后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买点通知到这些函数的这些使用者 告诉他这一个指标的口径已经发生变化了 然后我们这个其实只是周知一下 因为我们本身是要把逻辑更新在 那个方形封装在方形里面的 如果函数的逻辑发生了变化 那我们下一次去解析的时候 也会拿到最新的那个方形 那个表达式的那个结果 那这个时候使用者 他们都是不需要去改那些函数的 不要不需要改改那个Circle的 他们只是收到一个消息 知道这个统计口径发生变化了 这个CircleDeFi方形上线之后 其实在字节跳动 每天是有上百位的这些数据分析 数据开发能源是在使用这个CircleDeFi方形的 为业务方式解约了很多口径对齐的成本的 这个CircleDeFi方形的案例 然后刚刚提到的虚拟念和CircleDeFi方形 其实是可以结合起来使用的 结合起来使用的话 这边也是一个广告业务中的案例 结合起来之后 我们对于Hell中的一个表 可能某些字段是有一些历史数据 需要进行兼容的 你要兼容的话 你就可以用虚拟念来进行兼容 比如这边是一个VCE 然后你看一下Data小于2023-0101 是一个计算口径 然后今年是一个新的计算口径 这两个新的计算口径 我们是用CircleDeFi方形封装好了 封装好的 在虚拟念里面去调用了这两个不同的口径 然后区分的时候 其实就是根据时间来区分的 这就是通过虚拟念和SDF 就是CircleDeFi方形实现对于历史数据的一个兼容 这其实是超出的最开始我们提到的三个问题的场景的 就是把它结合起来之后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就不只是我们最开始提到的表达式的复用 Map 还有多引擎的那些那三个问题 刚刚整个第二章节就是字节跳动这边 是如何用我们这一套Circle 两种语法虚拟念和CircleDeFi方形来提升我们的开发效率的 然后接着到第三个章节 就是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实现 虚拟念和CircleDeFi方形 还有统一引擎这个能力的 首先是我们是怎么统一Circle的呢 其实用的也就是ApacheCircle 来解析这个标准的Circle 然后翻译成各种各样的方言 我这边截图给出来的其实就是Circle的圆码中 Presso的Circle方言 它不只是有Presso 左侧的都是各种各样的Circle方言 Circle是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这种翻译的这些能力的嘛 然后我这边也有列出一个项目 就是大家如果对于这些有需求 感兴趣想用的话 其实可以参考一下 领音的这个Quora的这个 来进行翻译的 领音的这个Quora的项目 它其实就是用Circet来进行的翻译 它们目前已经被Tradle 因为是开源的嘛 你们是如果想要去开发 想要知道如何实现统计Circle这个能力 可以去参考它 我也是这个项目的contributor之一嘛 他们这个项目其实也在做一些支持 loadmap上面是有N2N的一个规划的 希望支持不同引擎的输入 然后翻译成不同引擎的Circle的 他们几层用的就是Circet的这些核心的能力 这是如何做到统计的Circle 就是太多代码的也不用细讲了 告诉大家 这些项目大概已经有这些完整的代码的能力 有需要的大家去看一下 应该也够了 然后接着到如何实现虚拟列的 虚拟列这个东西 其实在去年的ApacheCon上面 已经有进行过分享了 虚拟列相关的原理 其实虚拟列本身是在Circet中 已经有过定义的了 我们也只是附用了Circet的一些能力 相应的如果大家想要看一些开源的实现的话 你开源怎么做的 其实可以去参考Flink的 因为Flink那一块 它有一个计算链的概念 计算链的概念和我提到的虚拟列的概念是一样的 只是计算链只是在Flink内部用的 如果你想要实现我们这样的虚拟列 给不同的Spark这些用的话 可能需要多加一些原数据的那些实现 然后这一部分所有的实现 其实在去年的ApacheCon已经分享过 大家可以去B站上找到去年的虚拟的视频 你们已经有详细的介绍过了 包括虚拟列相应的那些DDL的语法定义 和数据存储的方式 这一块也就不再多讲了 这一次主要是多讲一些关于Circodeify function如何实现的 使用Circodeify function其实也是需要两方面的 一个是你在Circode解析的时候需要去实现Circode的改写 你要把方式替换成表达式 另一个就是你表达式从哪里来 其实是从Health中来的 也就是下面这一部分 Health中来的话 Health中它本身的数据是存在MyCircode中的 那Health就要实现MyCircode中表这些内容的一个存储 实现到这些存储之后 你还要实现这些相应增生改查的一些3ft的接口 因为Health那个接口一般都是用3ft来做的 这是整个实现的思路吧 基本上就是围绕着ApacheCalcet和ApacheHealth来做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步骤 我这边概括的比较简单 大概就分为三步 第一步我们需要把Health中的一些原数据的内容准备好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新建一下Health中的MyCircode表 并且增加相应的3ft的接口 这一部分比较简单 然后对Health本身的轻度其实不高 因为我们都是加东西 你加一张表 然后加一些接口 对Health的破坏值不大 我这边列出来的就是具体的表 存在哪些信息 存在信息 第一个是Function的ID 方便我们查询的时候 或者排查问题的时候去使用的 还有一个就是DB的ID DB的ID这边 其实我们是没有存为一个外建的约束的 因为自己这边的MyCircode 是不允许建那个外建的 所以这但实际上 逻辑上DB的ID和 Health的DB的ID是关联到一起的 逻辑上是关联到一起的 只是我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外建的强约束 然后接着就是Function的内幕 Function内幕就是函数的名字 接着就是它的参数和参数类型 参数和参数类型其实是分开存的 然后我们这边是用Dohawk开的 这是参数存的方式 接着是函数的表达式 函数的表达式 其实我们这边是因为业务方有比较强的需求 用的是一个Tex的字端在存的 因为有很多表达式可能那种Case1 可能有上万个几万个字符特别长 所以这边用的一个Tex字端 接着就是函数的一个comment函数的注释 前面这几个信息 你在刚刚CreateCircleFunction的时候 其实是用户来指定的 然后下面这几个信息 其实你从之前的CreateCircleFunction 语句是看不到的 这几个信息是我们在执行的时候 给它补充进去的 就是提交CreateFunction的执行者 他owner 就是CreateFunction CircleFunction的执行者 是我们运行的时候补充上的 还有创建时间也是补充上的 这两个是我们补充上的 也是方便于我们的函数来进行维护 最后这边是一个唯一性的约束 目前是在一个db下面 其实是不允许同名函数的 你不同的db可以允许同名的 接着刚刚第一步 have这一部分 把MySQL表这一部分存好了之后 你就是围盗着他做一些真心改查的 那些接口 就是CIOD的一些功能 其实没有太多难度要介绍的 到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bet query 是如何对CircleDeFiFunction的语法 进行定义的 就是我们要允许用户去通过一个Circle 语句来create一个CircleFunction 这就是我们creator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们在creator的时候 也会做一些合法性的检测 检查 你不允许用户建出一个重名的函数 还有表达式本身是否合法 这个我们也需要进行检测的 因为如果你不检测表达式是否合法的话 其实你不做成Circle这种形式 你把它存在其他的一些 其他的系统里面存一个string 然后又用的时候 拿string出来也是行的 但是那种string肯定是没有强调验过的 你没法保证在执行的时候可以运行 这个我们可以多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关于表达式是否合法的一些检查 然后你有creator也有相应的删除 我们可以drop掉一个CircleFunction 接着是我们在可以对已经有的一个CircleFunction 进行替换 替换的时候也是一个语句里面 我们允许它替换 替换 方形的参数 还有它的 还有它的comment 还有它retend的这些表达式 比如他想要改一个口径的时候 他就可以直接用一个replace CircleFunction来改这个口径 把那个retend的表达式改一下就行了 接着就是怎么看这个口径 你可以通过desc单独看某一个function的 然后你也可以show circleFunction 看某一个db下所有的那些function 这就是相关的一些ddl的 然后整个这些ddl语法定义的话 我们是直接扩展了Calcet的passer.jj的 扩展了Calcet的passer.jj 在里面补充了这些语法来实现它的解析 验证这些功能 执行的时候就是用到第一步里面 已经实现的一些hive的接口 这就是整个第二步关于语法的一些定义 在定义好了这个sircleDefiFunction之后 整个状态其实就是我们用一个用户 中端用户来讲 他已经可以通过一个sircle 往hive里面去加一个sircleDefiFunction了 但这个时候还差一个查询的时候 改写没实现 那就是我们的第三步 第三步我们就是直接用了Calcet 比较长大的这个sircle改写的能力 我这边截图也是截图到了一个我们改写的位置 这是Calcet在改写层面的一个接口 我们就是要去重新继承它 继承它 然后重载实现了里面的一些内容进行扩展的 在实现内容的那些代码 其实就是很多一些 一个表达是如何替换的那些细节的 就这种就没有再没有再截出来的 但是位置的话我已经明确的告诉大家 是在这个位置的 就是sircle改写的层面 然后这一部分 它其实不只是可以做sircleDefiFunction的改写 它也可以做很多语法的兼容 比如Calcet它本身nc circle 它可能也更接近于标准sircle 它不支持hive语法 不支持那些很多特殊的语法 我们都可以在语法 这个阶段去把hive的去改写 改写成pressive那些语法 都可以在这个阶段去做 这只是其中一个 然后刚刚提到的 在方言那个阶段也是一个方式 这是另外一个方式 整个三步就大概介绍了 我们sircleDefiFunction是如何实现的 然后我们第三章节就已经介绍了 我们的虚拟列sircleDefiFunction 统一sircle 这一套sircle两种语法是如何实现的 最后看一下我们指标管理的一些未来的计划 我们未来可能要支持翻译成更多的一些色谷方言 比如说Kernic House那些其他的一些引擎物 然后我们还可以做一个虚拟列的独立健全 健全这个问题 刚刚其实有提到过一个关于非等值权限的教验的是如何解决那个问题的 目前字节跳动其实你从Gamini和Betcore层面来讲是解决不了非等值条件的 但是如果我们虚拟列允许了独立健全之后 那他就可以把非等值的条件作为一个虚拟列 作为一个虚拟列封装起来 然后让用户去申请虚拟列的健全 虚拟列的独立健全 加上来的话其实就可以解决那种非等值的权限问题了 目前没有做的话 其实更多的是推广上的一些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虚拟列在去年上线的时候 可能最开始有一些用业务方 他们想附用已有的权限 他们不希望虚拟列进行单独的健全 那我们最开始的决策就是设计上就是 虚拟列是不进行单独的健全的 虚拟列展开了之后 会建那些他里面的那些表达是那些业的权限的 但在最近的使用中 其实有一些业务方提出了新的诉求 而且也可以解决刚刚提到非等值的那种问题 所以未来可能也是有计划去做这个事情的 接着刚刚提到的Sircle Defi Function 大家可以看到建表的时候 唯一性的约束是DB和Function的约束 但业务方他们可能有时候 是需要对一个函数进行按参数类型来进行重载的 目前我们也还是不支持的 我们可能还要接着允许Sircle Defi Function 接着进行重载 接着下来也是用户比较强的一个诉求 就是Sircle Defi Function 它目前现在只能写一些Sircle的表达式在里面 可能是case 1 可能写各种各样的很长的很长的表达式 但它终究还只是一个表达式 它还不能够把一个 Join aggregate这些语义给封装进去 那这个时候Hive里面其实是有个Micro 而不是Hive的Micro的概念 是其他的类似于存储过程什么那些概念 它其实是可以允许做成一个参数化的视图 这样子是比表达式有更丰富的语义的 这也是我们以后考虑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还有虚拟念和Sircle Defi Function的一些自动挖掘 因为我们现在线上的虚拟念和Sircle Defi Function 是让表的owner 他觉得哪些指标用的比较多 他自己去添加 但实际上我们每天是有离线的那些查询的 那些的 我们可以把前几天一些离线的查询捞出来之后 统一的分析一下 看哪些指标是高频被使用的 高频被使用到还没有封装程序里面的 然后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去做这个事情的 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一些计划 我的演讲大概就到这里了 然后最后是留到一些联系方式 如果大家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 也可以参与Calcet邮件列表的一些讨论 那边还有或者通过各种邮箱咨询一下 我问你的问题 比如说 这个PTA里面 叫到这个 X-WAN的这个设计 它是这个尝试的 然后我在那个工作当中也是遇到很多类似的需求 就是它这个其实很多就是一种叫什么 围表的 可能会加一个围表可能会更好一点 那么您提到的这些虚拟列 还有这个Social Define Function这些计划方案 我觉得如果是当同这个场景来讲的话 是不是加一个围表或者是多一个主数据管理会更好一点 比如说我EU系统多一个主数据管理 就是加一个GAT 然后我就可以从实时的采用到下游的所有的结构 所以这样去做这个PTA的一个欢意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 那么 刚刚提到的这个Social Define Function和这个 这个叫虚拟列 我觉得可能在其他的领域 的确会有很大的作用 那么 刚刚说的这个 就是很多可能80%的需求都是一个围表 有关联就可以给 那么 我再怀疑这个 就是说他们发挥的多大的作用 就是说可能加个表 首先你加一个围表的话也会有很多问题的 你加了一个围表之后 你作为一个查询的使用方来讲 你要引入额外的表 那这个也牵扯到权限的申请的这些问题了 对于字节跳动这块额外的一个表的权限 其实也是比较高的了 然后你的用户想要知道你围表里面有哪些维度的内容 其实是需要单独跑围表的查询来去解决的 那如果我们是用Social Define Function或者虚拟列的话 你其实可以更快的更方便的知道这些里面的内容 那其实 而且围表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对于逆史数据的兼容 你的维度可能发生过变化了 那你是需要你如何去保持你这个围表中的逆史数据的 因为你这个维度维度的这些值 它也是也可能是在动动态变化的吗 对 对 就是它是在动态变化的 就是如果说用这种方式的话 是不是说它会存在一些之后性 就是说如果说上游不通知下游 那你下游可能就还是老的 对吧 但是虚拟列和Social Define Function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你的意思是说它这个 它在查询的时候 我们才给它真正去展开了 就是上游只需要一次变更 然后不需要通知下游的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 这个owner会负责维护这些东西 对 老师您好 就是我想要解一下 你们这家那个同一色口 它可能是现在兼容了多少引擎 因为我理解不同的引擎 它的那个色口的语法呀 还有一些方言呀 就是它不同的函数呀 可能都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兼容器材 可能会有 会有很多 你们询查该时间到什么 我们兼容了 那兼容呢最多的其实就是 Spark和Heve Pressel这三种查询 然后也有少量的CNICOS查询 目前 然后像那些 就是特定的那些每个系统 特定的那些函数啊什么的都能做的 很多函数我们也是一个一个修的 就是大部分的 你像Heve这种比较痛的一些 RetroVU啊 那些我们大部分也都可以支持了 现在剩下的一些痛点格的话 可能是在于前套三四个温度函数啊 那种是比较痛的位置 但是啊 你提到的一些比较边缘的像 UDTF这种语法的话 目前我们 我们目前兼容的都已经可以满足业务使用了 您那天有什么机会 通过您的这个统一侧口 这个我们是统一的这个路口的就是我们 因为要通过Betacore进行卷权 就是没有不通过Betacore去查的 我们需要卷权必须要从我们这一关这边过的 就是你们内部的查询全部已经收获到这个 对而且 而且每天的量级大概是在几百万 具体的数据可能不太方便给出来 但是每天的量级是在百万级的 每天的Sirco查询就是Presto Spark他们的加起来 每天就有百万级的查询 明白 谢谢 我觉得你的工作非常的有意思 非常有判断性 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要搞这么多Orlab 你还上面找个兼容论 Sirco是吧 这个能不能搞一个Orlab 你一种江湖 比如说Soray的那种 这个问题 我问你 这个问题问的其实比较宽纳 其实Orlab这些年来发展 每一个引擎 它有自己独特的那些领域 它想要去解决的问题 如果你想要通过一个目前来讲 你想要通过一个影群 去把所有的场景都cover住的话是很难的 比如说Kennikos 和Dores目前在偏实时的那种报表的那些 它场景就用的比较多一点 但是你像我们很大的PP级的那些查询的话 用Spark跑一条还是最稳定最优的那种选择 然后像有一些介于那种实时和 因为实时的报表的那些 它可能已经是聚合后的那些数据了 聚合后的数据量要少一点了 所以对于Kennikos和Dores 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那种 然后Spark这一块它是做 数层更底层一点的 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数仓的分层 可能ODS层在最下面那些做ETL中间 还在用Spark Prestle可能 就是可以去查 一些比较小色口的一些场景 就是Spark它每一次通过压暗 那些去去启动的话 其实也还是比较痛的 然后这是大数据这些年逐步发展 每一个引擎它是有自己focus 它最关注的领域 它要先把这一个领域的问题去解决 这要去解决了之后 它是在考虑接着去扩展 就像Dores 现在我觉得做的非常棒的一个 这是日制系统这一块的去扩展 然后每一个引擎 我相信他们自己也都是在接着去扩展 这相应的自己的一些场景的 具体你说有没有一个引擎能够统一起来的话 其实要交给市场 要交给大家去一起去进行选择 然后Calcet在这个层面的话 其实就是帮助大家去解决Sircle的问题 因为刚刚提到这些引擎 大家也都是用Sircle来交互的 那Calcet可能就是作为一个统一的Sircle的输入 然后可以翻译成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Sircle的方言 就是从Calcet这一块来讲 它其实更多的 它本身你看Calcet原码里面的话 它除了方言的那一部分可能和引擎有些关系 它很多更强大的能力 就是做通用优化的那些能力 做优化的那些能力 其实都和引擎是无关的 它想给各种各样的引擎做一个统一的那种优化 Calcet是Focus在这一个领域的 刚刚那个问题 其实也是未来我相信大家也都很感兴趣 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个 一个OLAP的这种系统能够cover所有这种场景 目前 目前来看肯定是没有这样一个答案的 但是交给市场的选择可能10年甚至20年之后的话 会有这样子一个DB出现 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你们讲的这个Bad Carrier这个品牌 就是说不管后端已经是Circle 还是Circle 还是Bad 我们的网络 Bad Carrier 是我们统一的这个 这个 用户在 用户在 里面 或者什么 用户提交这个Circle 那个Circle的一些相关的信息进行判断 如果我们认为它这个Circle是比较小的 我们就优先路由给那个Presto 然后这种Presto是有可能会失败的 失败了之后我们在Fallback到那个Spark 这个时候业务方其实是没有进行这个选择的 是一个自动的这种模式 但如果业务方是要跑一条二 他就是想要更强的稳定性的话 也是允许它去强制指定为Spark去跑的 也就是说前段页面或者路股可以就是说 有 指定好 我就是要用Spark 对 下一个就是说 你们根据你们的一切的逻辑规则去规断 用哪一个跑会增加合适 对 你跟Spark和Circle 虽然可能在这种上可以统一上来 比如说你比较快地产 但是有些可能历史的发展兼容器上 有些数据可能用Circle 是可以的 但是可能用Circle Spark 查出来的结果 就是 可能查 比如说 一些Park在一些Deathmore固域的时间 然后我们上有用的 可以查出来 在Spark 然后从网络版本它就得到了 这个区域的情况 是的 这种场景 其实我们Parecito和Spark 也有专门对Park 进行一些读取的那些优化的 是 找个性的 我上次认识 或者Farware 是不是呢 是不够连方产生的 就是我 你说的这种联邦查询是指不同数据员的吗 因为其实刚刚提到Parecito和Spark 它本身没有存数据员 对 Betquare目前我刚刚提到的 其实更多的还是Hellwood的 和Cutting House这两个数据员的场景 就是 其他的那些更丰富的数据员 目前还是 未来计划中还 准备去开发 还没有开发 目前有办法 就是Parecito它本身 其实对于联邦查询 是比较 比较丰富的 比如我们Parecito 可以去查MySQL的数据 去做的事情 其实我们Betquare层面上的话 可能就是实现一些Circle的 这些改写这些 再发个Parecito 然后真正去读各种数据员的能力的话 在Parecito那里曾做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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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方便再把第一个问题再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说 就这一套方法跟我去用一个 700F加一些 比如说单化查询相比 就是有 就你能不能给一个更优势 和更改了很多场面 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跟以后我可能 你可以具体介绍一下你的TVF参数 嗯就是我在用的是 比如说Google的那个 比如快速马上才专闻一个功能 就是我可以做一个table 要用方程 然后跟您说的有点类似 就是我把一些传说 传到表情 然后他再给我反过一个表 然后可以低于这个结果 我知道 嗯TVF其实弗宁克那块 应该也是做做过的吧 然后他TVF这一块 也给Carset社区提了相关的一些贡献 但是我理解TVF 你其实很多是直接应用在那个表上面 你TVF本身的 维护和发布和Sircodeify方式 来比较起来的话 应该是会略高一点吧 嗯 就不过现在也有很多差异 还有明显的区域 就是都是做在表上上 想的一个表吗 嗯 但我们其实不是的 我们是作用在 我们是一个表达 是可以作用在不同表的 那个列上的 比如你TVF 你直接应用在一个表上的话 那如果 比如Case1里面 你可能想要用多个字段 多个字段是源于不同表的 源于不同表的 如果你直接应用在某一个TVF上 直接应用在某一个table上的话 可能就不太能实现了 很多要做的这些 因为很多Case 要一个分析起来很头疼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做的话 对于我们用户来讲 他们也是很头疼的 就是如果放到我们这一层做的话 至少我们做完一次之后 他们就可以不用做了 这一部分 我们的成本 相对于他们来讲 还是更低一点的 然后这种Case的话 其实是一个长期的你和用户之间 要进行磨合的 比如最开始我们早期上线的过程的话 可能是把ETL全量的查询 这些全部跑一遍 跑一遍之后 我们通过数据质量检测 比较一下我们新的羽衣是否符合 符合了之后 我们才来上线 最开始我们20年 就做这个事情做了很久的 当我们做到了一定程度了之后 其实我们采取的策略 就是我们这一块是默认上了 默我们默认上了之后 用户就是用我们这种新的查询引擎 去写那些新的查询的 写新的那些查询之后 他那个时候使用的 其实已经是BitCase Circle了 然后他也就是在习惯我们这一块 这一套新的Circle 就用新的Circle 计算出来的那些问题 他看一遍 基本上没有问题 就直接上了 这种是不用担心 对于历史的那些数据进行影响的 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 我们是第一步 你在最开始是最痛的 因为你很多存量的查询 你要通过数据指向检测 你才能够保证你这一部分可以上线 你在上线的话 其实也有不同的一些策略的 可能你可以命中了某一部分pattern的 比如你window现在还不支持 那你window的这一部分就可以 就先不给他导流到你新的BitCase这里来 然后你window支持了之后 你再给他导流上去 然后目前的话 我们BitCase已经默认是全量开启了 然后新的 如果他遇到了我们不支持的一些语法的话 就会通过欧客找到我们 我们通常来讲都是通过改写搜导 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都是可以解决的 有一些边缘Case确实就是解决不了的 但是这种场景就是非常复杂的 可能你给他拆一下查询 或者什么其他的方式是可以解决的 因为我们真正的业务方可能写上万行的那些搜导都是有的 每一次上万行在搜导 然后解析失败的 我们这一块是该写失败的 是给我们排查 我们也是很头疼的 这一块就是和业务方一起去磨合 逐渐的去打磨这个产品 我不知道第二个问题是否解答了你 刚才你说 就是说你可以帮他们推断 那个动物的效果都好 到底有哪个同期吗 然后说到这个第一个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两个不同的业务的特务 他们在不同的处理连下 像相同的选择当的东西 那你在帮他们推断的时候 到底有哪个问题吗 比如说不同的数据员下 他建了一个图表 图表名的 就是说同一个表 同一个位置下 然后你帮他去 我们有一个namespace 就是不同那个数据员的 其实他的那个namespace 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Klinkhouse 那最前面 其实是引入了一个新的namespace的 那这个时候你哪怕库表名相同 namespace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其实是 不是在Betquare层面做的 是我在我们另外一个 原数据体系在have之上 还有一个catalog service 在那个层面去做的 那么回头 这部分是怎么办 因素 好像并不够了 就会在那里面去的是 那么不妙的 然后那边 就会一起去的 那么不妙的